主料,高筋面粉140克,红豆沙125克,主料,水八十克,甘酱母一小勺,细砂糖25克,腌四分之一小勺,奶粉6克,全蛋15克,黄油15克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面团材料,高筋面粉140克,水八十克,甘酱母一小勺,细砂糖25克, 腌四分之一小勺,奶粉6克,全蛋15克,黄油15克,面包面团材料,全部充量后,扔进面包机,开启发面档程序,20分钟后,长按停止键结束程序,再次启动发面档程序,运行10分钟后,将黄油切成小块放进面包机里,和面团一紧揉匀,发面档程序完成,面团第一次发酵完成, 将面团取出排气,分成五等分,松弛15分钟,在面团松弛时,将豆沙线准备好,一分是25克,松弛好的面团按点,包入豆沙线,包入豆沙线的面团收头向下,按点,将按点的面团转成长条形,并动向切刺刀,切好的面团,扭转两圈,扭好的面团收得相连成环状, 五个面团都做好后,快入刷了油的炒盘中,进行第二次发酵,发酵好的面团,刷上蛋液,撒上黑芝麻,烤箱运热180度,烤15分钟即可,烹饪技巧,这个配方的水量比较大,面包机揉面棒和面程序运行两次,可以揉出不易称错的薄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